这是一部上映于1990年的科幻电影 因为太过冷门 很多观众都没有看过 但它可能是《禁闭岛》 《刀梦空间》 《木荷兰道》等知名大片的启蒙导师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解说的 是谁让我恼死了 男主角马丁是一位天赋异禀的脑科专家 一直痴迷于人脑研究 可由于他的科研项目到目前为止 还没见到收益 投资方打算中断投资 就在马丁为资金发出的时候 多年不见的大学同学 吉姆找上门来 请他帮忙治疗一位病患 吉姆是一家科研公司的主管 他们公司有一位名叫何希的天才科研人员 不久前 何希演算出一个重要的方程式 结果就在这当口 何希意外得知 自己的宝贝儿子 其实是妻子和吉姆所生 强烈的精神刺激 外加巨大的工作压力 让何希情绪崩溃 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和妄想症 他在心智失常的状态下 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并遗忘了那个重要的方程式 如今 何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吉姆希望 马丁帮忙治好何希 让他重新写出那个重要的方程式 马丁对这位老同学没什么好感 两人大学时期 喜欢过同一个女孩 虽然女孩现在已经成了马丁的妻子 但马丁还是对风流成性的吉姆 充满戒备 他本想直接拒绝对方 可吉姆承诺 事成之后 会帮他寻找新的投资人 马丁这才接下了治疗何希的任务 他来到精神病院 见到了何希 对方果然病得不轻 满口胡话 不过对于马丁的治疗还算配合 马丁给何希做了脑部扫描 发现他的大脑有一定程度的病变 随后 马丁来到吉姆的办公室 跟他同步了何希的病情 并告诉对方 何希的这种情况 理论上可以通过开颅手术治疗 但目前还没有人做过这种手术 马丁至少需要两年时间 来进行临床实验 吉姆却等不了了 他要求马上进行手术 马丁有些犹豫 没有立即给出答复 回公司的路上 他遇到了一名精神失常的流浪汉 流浪汉看到马丁的手里 抱着一只浸泡人脑标本的罐子 立即冲上来抢夺 还嚷嚷着 那就是他丢失的大脑 争之间 马丁被流浪汉推到马路中央 刚好被一辆急驰而过的汽车撞上 好在马丁没有受伤 只是吓得不轻 他精神恍惚地回到自己的实验室 发现吉姆也在这里 对方声称 已经收购了这座实验室 为了逼迫马丁 尽快答应给何希做手术 吉姆还不无威胁地表示 将要带走这里的所有研究材料 那些可是马丁辛苦收集起来的 几百罐人脑样本 说着吉姆还让马丁的助理 帮忙清点货架上的样本数量 谁知助理一不小心撞到了货架 罐子顿时碎了一地 所有样本都遭到了污染 这些东西都是马丁的宝贝 他既心疼又生气 突然从床上惊醒 他看了看身旁的妻子 意识到刚才的一幕 只是一场噩梦而已 马丁觉得是此前的那场车祸 让自己心有余悸 所以才会做噩梦 他担心梦里的场景会变成现实 只好决定答应吉姆的要求 很快就到了何希开颅手术的日子 手术进行得还算顺利 当马丁用电流刺激何希的大脑时 对方终于能够清晰地回答他的提问 何希告诉马丁 有一位穿着白色西装 浑身适血的男人一直在跟着自己 就是这名西装男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马丁据此猜测 西装男应该就是何希分裂出来的暴力人格 脑部病变被清除完之后 何希又告诉马丁 那名浑身适血的西装男已经消失了 马丁感到很振奋 认为这是何希病情好转的标志 虽然何希还是没能记起那个重要的方程式 但全程围观手术的吉姆 也觉得手术已经非常成功 只要继续治疗 何希很快就能想起来 吉姆迫切想要将这种手术推向市场 当天晚上 他就拉着马丁去餐厅见了一位投资人 马丁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自从做完手术后 他就出现了严重的幻觉 总是能看到一位浑身适血的西装男 一直跟在自己身边 对方就跟何希描述的一模一样 在和投资人的谈话中 马丁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等他意识到自己不对劲的时候 投资人已经气得愤然离奇 马丁失魂落魄地回到自己家中 结果发现 那个浑身适血的西装男 正在家中等着自己 对方握着一只燃血的大铁钉 满脸嘲讽地看着马丁 马丁随后惊恐地发现 他们家的餐桌上 还躺着两具亲密交缠着的尸体 正是他的妻子和吉姆 两人被铁钉刺穿了双眼 死状非常凄惨 接着西装男就凭空消失了 屋内只剩下马丁和两具尸体 马丁随即发现 自己手中正握着那把燃血的铁钉 他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完全搞不清目前的状况 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了敲门声 马丁猛然惊醒 结果发现 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身旁的护士小姐温柔地询问马丁 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 这时 一名医生走了进来 马丁惊恐地发现 医生居然长得和西装男一模一样 医生称呼马丁为和西 还表示 所谓的脑科医生 只是他分裂出来的人格 马丁哪里肯信 自己明明是脑科医生马丁 怎么可能是和西呢 医生随后将马丁 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马丁感到这里的一切 都非常熟悉 这里明明是自己的办公室才对 他还记得 自己在这栋大厦的八楼 租下了这间办公室 医生文言打开了百叶窗 马丁这才看清 这里根本不是八楼 而是一楼 马丁完全懵了 难道自己的脑子真的出了问题吗 惊恐之下 他逃出了办公室 躲进了一个病房 这里住着好几位精神病人 他们将马丁推进衣柜 要跟他玩躲猫猫的游戏 马丁吓得落荒而逃 但很快就被医生抓了回来 医生对其进行了电击治疗 马丁随即被电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 他又回到了病床上 这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来到病床前 对方正是和西 和西表示医生是个大骗子 马丁就是马丁 自己才是和西 说着和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 解开了马丁身上的束缚 准备带他一起离开 就在这时 屋外传来了脚步声 和西赶紧躲进衣柜里 马丁也假装睡着 查房的护士看了马丁一眼 就离开了 护士走后 马丁起身打开衣柜 结果发现 和西被铁钉刺穿双眼 已经死去 马丁吓得瞬间惊醒 竟然又是一场噩梦 他还是躺在病床上 就在这时 和西再次出现 他告诉马丁 一声撒谎了 自己是来救他的 一切都跟刚才梦里发生过的一模一样 这时 屋外又传来了脚步声 和西再次躲进了衣柜 马丁起身想要阻止 可和西已经关上了柜门 与此同时 屋外的人推门而入 这次进来的却并不是护士 而是他的妻子和吉姆 诡异的是 两人根本看不见马丁 也听不到他的声音 只是安静地盯着病床 马丁这才发现 床上还躺着一个马丁 难道自己是灵魂出窍了吗 搞不清状况的马丁 决定先找和西 可当他打开衣柜时 发现里面是一片虚空 接着马丁就一脚踩空 掉进了一片大海 和西正在这片海里扑通着 他告诉马丁 这里是他的大脑 话音刚落 和西就被一只怪物 拖进了海底 马丁吓得疯狂游向岸边 脱险之后 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办公室楼下 于是寻着记忆 晃晃乎乎来到八楼的办公室 这里跟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只是墙上挂着各种证书上 写的全是和西的名字 旁边的黑板上 还有一些陌生又熟悉的演算公式 难道自己真的是和西吗 马丁的大脑已经彻底混乱了 他茫然地来到楼下 看到吉姆正在一辆车里等他 马丁上车后 发现后座上还有一个人 正是前来抓他的医生 马丁随即被绑回了精神病院 医生很快给他做了开颅手术 整个过程 就跟他给和西做过的手术一模一样 手术结束后 马丁茫然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已经彻底分不清 什么是幻觉 什么是现实 突然 他解开了头上的绷带 沿着手术痕迹 揭开了自己的头颅 结果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里面根本没有大脑 只有几只蝴蝶 原来 那场车祸之后发生的一切 全部都是马丁的幻想 他被撞伤了脑子 现实中的医生 给他做了开颅手术 此前层层嵌套的梦境 都是马丁在手术过程中的臆想 故事的最后 马丁因为抢救无效死亡 他大脑里的循环往复的梦境 也终于停止了 作为一部1990年的老电影 本片在创意上非常超前 只可惜受限于 当时的剧本水平和特效技术 让整部电影看上去 有些沉闷和晦涩 最终变得默默无闻 此后出现了一些同类型电影 如《生死停留》 《木河兰道》 《禁闭岛》等影片 大多声明在外 作为更早吃螃蟹的 《是谁让我挠死了》 却嫌有人提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吧 我是田成 喜欢奇幻玄幻魔幻 和科幻电影的小伙伴 别忘了关注怪奇语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吧